我們今天要上個主題是 物體分割跟物件識別模型的基本 物件識別模型比較難 所以說我們會把它分成兩節課 今天會講原理 原理通常都比較難 下個禮拜會實做 所以說今天課是比較困難的 那什麼叫物件分割什麼叫物體識別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就是我們之前上課做的時候 上節課我們做字編碼器 但上節課除外 我們之前做的大概就是classification 就是給你一張這個圖 然後去辨識說這是貓還是狗 可是真實世界圖片往往不是那麼簡單 真實世界圖片 它很有可能又有貓又有狗 那這樣子的話 剛剛那個分類模型 那它到底要認為這張圖是貓還是狗 它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做 所以說分類模型的這個圖片 通常都要經過特殊的篩選過之後 才會為這個model 那並不是真實世界所有的圖片 都可以拿去用 因為你要確保每一個圖片裡面 裡面只有一項 一個帶識別的物體 然後加上背景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 一個比較理想的模型應該是 我給你一個這個 我給你一張圖片 然後你自己去框出 這邊有一隻狗 這邊有一隻鴨子 然後這邊有一隻貓 這邊有一隻貓 這樣懂意思嗎 那這個 所以說 我們今天要學這個模型 就是我要讓模型可以把狗框出來 把鴨子框出來 把貓框出來 這是 這是 這一種模型就叫物件識別模型 object detection 另外一種模型 我們是把它切割出來 就是我們把狗這樣切割出來 好 那這個貓也這樣切割出來 好 那這樣大概懂 我們今天要做的兩個任務了 第一個是detation 第二個是segmentation 好 那在開始之前我先問一下 你們覺得detation比較難 還是segmentation比較難 detation比較難 為什麼segmentation比較簡單嗎 為什麼你覺得segmentation比較簡單 為什麼你覺得segmentation比較簡單 因為他只要看物件的特徵 這樣 特別的特徵 好吧 我聽不太懂在講什麼 我們來 他只要固定那個圖 就是 物件那個detation 好像會比較大小 你說的固定圖是什麼 我覺得你好像有說到關鍵 是固定 你是說segmentation固定圖 所以是代表的是 可不可以再講的具體一點 就是 鎖定 鎖定 好吧 我們先 我用我的講法好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樣 就是 我們要開始這項任務之前 我們現在不管我們要做segmentation 還是detation 對不對 第一件事 是因為我們很清楚一件事 我們的 Deep learning model 其實是一個 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的 input跟output 它必須是固定的 必須是固定的 所以說 我們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segmentation 它的output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它的output 這個似乎應該長成 就類似右邊這個樣子 那 長成右邊這個樣子之後 呃 輸入是圖片 輸出 看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 看成這樣 這是不是一堆 像素為底的0跟1的組合 對不對 所以它的輸出也是一張圖片 只是很有可能有很多層 假如說第一層負責把人 給segmentation出來 第二層負責把 大象給segmentation出來 所以說它的 是對於一個 切割任務來講 就segmentation的任務來講 它的output 我們是很容易想像的 所以它比較簡單 那detection難在哪裡咧 難在 它要拉框對不對 框的數目是不是不固定的 所以它的shape會改變 喔 所以 其實detection難之難在這裡 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 對物體分割任務而言 它的輸出就是一張二直化的黑白圖像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部分就簡單很多了 好 那detection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來想要怎麼解決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做這個 那個segmentation 好 那左邊 這個圖 是一個 就是這個isbi challenge 它提供一個簡單的資料集 你可以下載一下 它的圖裡面就是說 它有好多個 這個 就是細胞 就是那個 就是細胞的這個 圖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試著把這個 細胞膜 把它 抓出來 就把細胞膜抓出來 好 那左邊是input 右邊是label 所以你要建立一個 input到label的神經網路 這個神經網路 可能會長成什麼樣子 其實就跟尚捷克講的 字編碼器 非常非常像 為什麼 因為尚捷克的字編碼器 也是圖到圖 對不對 所以它今天 現在也是圖到圖 所以它等於 我們直接把尚捷克的字編碼器 抄下來用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好 首先就是 首先就是 跟著我做 跟著我做 好 首先就是 一樣先到這個 先 我們先把這個Data 看一下這個Data 長什麼樣子 這個路徑在 第11課 今天是第11課 這個就是我們Data裡面的 這個training的圖 training的圖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現在來 這個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 MXNet的話 欸 那個 我們 先把那個Label 這個是 Show Labels的這個語法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剛剛每一張圖 相對的Label 這樣子 好 那我們 知道資料結構之後 下一步就是 我們要訓練一個 MXNet的Model的話 我們就是一樣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開一個叫做 Round Round Round的資料夾 然後我們裡面開始 一步一步放 首先先放 Iterator 這個過程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應該不可能會不知道 好 Iterator我們就把這邊 全部貼上來就可以了 好 注意一下這個 Iterator需要把 前面先把檔案都讀進來 檔案要讀成這個 欸 檔案要變成這個 就是 Chain Y跟這個 不需要畫圖 但是要把檔案讀進來 就是這個 Train X跟Train Y是需要 需要先讀進來的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的 Iterator的Band Size 我們這邊給它設2 好 這個 接著我們就是要做這個 Model的Structure 好 Model Structure 我們 就是 我們 跟上個禮拜的 這個 就是 它的這個 呃 字編碼其實非常非常像 簡單來講 就是先Convolution Convolution完之後 我們這邊有BN 那BenchNormal 這邊有加上BenchNormal 原因是因為我們今天的網路比較深 那因為我們 我們好像 我們沒有設計這個 就是 residual learning 這種直通空道 所以我們需要BenchNormal 輔助 不然的話網路會訓練不好 好 那個 Convolution BenchNormal Radio 然後再Pool 那Pool了之後再Convolution一次 Convolution第三次 Convolution第四次 Convolution第五次 然後接著就是 Deco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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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 那個 Convolution回來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子 最後啊 我們的Input 就是 我們的Input Output就會是一樣的Shape 我們把這裡Source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MX 是 我們來InfoShape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 我們的Input data是512尾 512x512x1x2 我們的Output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Label跟這個 我們的Label的維度也是用這個去減嘛 那所以我們有了Label之後再做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二值化的預測嘛 這是一個機率 就是Logistical predict 這是Sigmoid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Close entropy做這個損失函數 好 這樣有了這個以後 下一個 第三個 優化器 優化器這裡我們使用的是SGD 因為我們已經有使用這個 我們已經有使用那個 BenchNormal了 有了BenchNormal的話 其實不需要用Aden也可以優化成功 好 最後再來Run 好 那我們先Run一下看一下結果 我們跑完了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結果就是要把這個TestingSet的Data讀進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結果 讀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把這個Lesson11 TestData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 用這個模型預測的結果 好 這個就是把Model1的這個 Symbol改成LogistPredict 就是最後一層嘛 然後用這個Model1來做Predict 對這個TestExit Predict 然後就有PredictY.1 那PredictY.1有了以後 我就可以拿這個 我就可以比較這個 TestEx跟這個Predict的這個 Y.1 看看它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看它預測的準不準 這個預測可能用GPU會比較快一點 好 這邊應該可以看到它的預測的準度嘛 這個是上面是原圖 上面是原圖 然後中間這個是我們用Model 預測出來細胞模的地方 好 注意喔 它絕對不是用灰階值去判斷的 不然你看這個 中間這顆細胞核 是不是它就忽略了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這不像細胞模 所以它就把它丟掉了 那我們這個 這裡是上下兩張把它疊圖 疊起來的結果 好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Model看起來還是蠻強的吧 就是它真的是能夠有效的把這個 細胞模的部分給identify出來 所以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好 那但是這個模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覺得效果不錯嘛 對不對 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 就是看一下後面上課 繼續看後面 就是我們後面的課程不是上課 就是我們要做個練習 就是剛剛我們已經覺得效果不錯了 可是現在我們 趕快查一下 就是別人的paper怎麼做這個任務的 你會發現說 有一個東西叫unet unet是什麼呢 它的結構就長這個樣子 它結構是長什麼樣子 我這邊來解釋一下好了 就是有一張input的進來 它先經過三次的convolution 兩次的convolution之後 然後接著它把它pulling pulling完之後再convolution pulling再convolution pulling再convolution 然後de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 好所以這個 如果不看中間的直通通道 它是不是就跟我們的原來的自編馬器完全一樣 那它的差別在哪裡 它的差別在於 它在每一次deconvolution回來之後 它會跟原來的future map做contact 就是做對接 它把這個原來的特徵 把它接到原來 接到新的特徵上面去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就相當於dance net dance connection的那個 那個通道的感覺 那它在相同維度之下 它都會做這個特徵圖的這個dance connection 那透過這個方式 形成了一個叫unet的結構 好那我們現在的練習題很簡單 就是我們要改變 這個我們就講直接一點 就是我們只要改變model的結構 然後我們看一下用unet來做 會不會看起來好一點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做一下吧 這個練習一的unet跟這個 前面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就只有model的結構 model的結構改在哪裡 其實改的地方很有限 只有在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完之後 我們需要做一個contact的工作 所以差別就在這幾行 第一行在這裡 在第七個convolution過來的時候 我們要先把它contact 把ILU6跟ILU4 把它contact起來 然後把這個deconvolution這裡 改成接成 接著contact7 好第二個差異就是contact8 contact8一樣 它在這個deconvolution8這裡 然後 它這個deconvolution變成 接這個contact8 好第九個 然後接第九個 也就是說它是用它的特徵去連嗎 它只是把它連回來而已 convolution10 所以它的差別真的是很有限 我們全部再重run次 什麼都不用動 重run次 當然在這個獎益這裡 我們是把它改成model2 就是避免混掉 但是我們這邊 做實驗的時候 可以直接覆蓋掉 沒有關係 不行 不行 因為我 可以看到 這就是用第二個模型做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覺得好像 好像變得在某些地方變得更好 像是 像中間這張圖 好像它畫得更好 本來有一些稀疏的這個 連接並不是連得很完整 現在看起來連得又更好 對不對 這UNET厲害的厲害在這裡 好 那其實 練習一還有一個隱身 就是 物體分割最有名的研究還不是UNET 就是 事實上是 是這個 4D Convolutional Network 它其實做得更好 那它其實跟自編 就是這篇研究 它其實 研究的想法是說 我們有可能不要用這麼的 就是我不要上彩量那麼多次 所以不要上彩量那麼多次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 我現在原圖必須跟 原來的圖必須跟 這個 Output的這個 Predict的圖必須跟原來的 Shape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可是這會不會反而危害的準確度 所以這篇Paper它就是試著 不要那麼多次 就是不要 原來解析度變差一點沒關係 但看一下會 看一下會不會變得比較準 然後發現一件事情 在這個 8 就是上彩量三次的這個狀況下 它似乎跟Ground Choose 好像更為接近 這樣子 它解析度其實比較差 但是這個解析度太好 可能反而沒有用 這樣子 就是 我 Dconvolution三次 Dconvolution三次 而已 所以說根據這個 研究結果 這一篇Paper也是被引用非常多次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現在被引用幾次了 當初 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引用快到6000次了 現在已經8500次了 所以這篇Paper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來改它的實驗結果 那改的方式一樣我們也是 我們就是把它貼下來就對了 我們就是把它貼下來就對了 貼下來的時候 注意到一點 就是這裡我們有用到一個叫Upsampling 這個 這個 這個Upsampling 是之後 要拿來給這個 給這個 contact的時候用的 contact的時候需要用到Upsampling的這個東西 這個Upsampling的意思就是本來 假設我有一張圖 是這個2x2的 那我要把它轉成4x4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是 左上的4個格子 通舔第一個數字 左下的4個格子 通舔第二個數字 右上的4個格子 通舔第三個數字 右下的4個格子 通舔第四個數字 所以Upsampling其實跟 Decolution沒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只在於 它沒有權重去做調整這樣子 好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RUN了 一樣我們再做一次 看看結果怎麼樣 好大家可以看到 似乎又 可 這個結果好像 不見得是變得比較好 或比較不好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量化指標啊 但是 不同的模型就是給我們不同實驗的機會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 在做這個 這個講一下的這裡就是 第一個模型就是 我們製編碼器原始的那個模型 第二個是 UNET有直通通道 第三個是 Foley Kinetic Fole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好 以這個實驗結果來看 這個 Foley Convolutional Network 似乎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把細胞核給畫出來 這個並不是我們想要的效果 所以Paper說的不見得都對 我們有時候 根據我們的目標 還是要自己做實驗來看 那為什麼 在這個 為什麼 以這個來看 似乎UNET比較好呢 主要原因是 UNET 就是特別為了 今天我們所做的這個任務的發明 他是要做 細胞膜的這個抓取 那Fole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它所識別的這個 它所識別的這個圖像 大部分是一整團的 它不是要把邊界識別出來 它是識別一個人在哪裡 所以說 它中間就比較容易識別出來 好 所以這是我對它的理解 就是Fole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它比較適合拿來做這個 前面這種 前面這種實體型的這個 這個Segmentation 那這個UNET 它可能相較於Fole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它就比較適合抓邊界 這樣子 不過這個不太一定 這是我的經驗 這個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說的 所以說這個物體分割應該不是特別難吧 基本上就是這樣 要不要再實驗一下 我們繼續來講一下物件識別模型 今天只講原理 這個原理蠻多的 因為它複雜 就是物體分割跟物件識別 就是物體分割 從人類的角度來講更困難 因為更浪費時間 但是從AI的角度來講 因為物體分割容易想出的 這個Output的格式 所以它實際是比較簡單的 物件識別 拉的框 數目不等 所以說我們並不清楚 到底要把這個Label設計成什麼樣子 那這樣子的 Label設計成什麼樣子 那這個預測才預測的好 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裡 就是基本上也不要考大家 就是 但是就是 如果你有時間可以思考一下 假設你是看影片的 就還沒有被污染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如果現在就是 丟給你這個問題 這個不特定的框 你要用什麼樣的形式去表達它 但是它又要固定的形狀 否則 數學函式是沒有辦法運用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物件識別模型 人家怎麼演進的 好 那這個目前為止 我們對圖像分類任務應該算是得心應手 對不對 所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想法 就是透過 sliding window sliding window 就是像這樣圖一樣 你可以就有一個紅框 這樣一直掃 掃來掃去這樣子 掃過之後 那你掃 每一個紅框都是一個小圖 對不對 這個小圖 我就可以拿 用這個小圖的 然後來判斷它是不是台車 這個是不是台車 這就是classification任務 對不對 那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還蠻簡單的 對不對 這個我們都會做 我們只要拉很多框 是沒有車的 然後再拉一個有車的框 這樣子 這個model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來了 對不對 好 但是這樣有個問題 就是 框 框 它的長寬比 長寬比還有它的大小 是不是變化很多 我們幾乎可以說它是無限 對不對 所以說 這樣子的方法 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而且非常浪費資源 我光要在這一張圖上面 找到車子在哪裡 我可能要做多少個classification任務 我是不是很有可能要做數 可能搞不好要上萬個classification 然後我才能找出 機率最大的框是在哪裡 然後就用那個框來代表 這個 來代表這個 車子在哪裡 而且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物件識別模型 是不是車子只要有 一點點 他就會認為那是台車子 所以其實到時候你會有一大堆的框 一大堆的框被框出來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你有一大堆的框 你要篩選出最好的框 這個其實難度不高 我只要把機率最高選出來就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邊有一個這個 我們可以保留機率最高的框 並且移除跟那個機率最高的框 重複太多的框 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方法去特別去做 叫 非極大抑制 這個抑制法 這樣子 就是把最大的先 先把那個根據框的這個 預測機率 然後把它排序排出來 然後先把最 機率最大的那個框放上去 然後再 再把第二機率的框 放上來之前先檢查 第二機率的框跟現在的框 有沒有重疊太多 然後你設一個threshold 如果 沒有重疊太多 就把它放上去 那第三個框上來比 就要比前面兩個框都要比 好 然後如果他有跟任何一個 重疊太多 就直接把它丟掉這樣子 好 最後你還是可以拉出一個框的 好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方法就是問題蠻多的 很明顯 就是要搜索的框數目非常多 長寬比大小組合理論上是無限多的 即使你以像素為base 那還是太多了 所以 我們 如果要把每個框內的圖 都使用捲機網路預測 那是非常非常浪費時間的事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人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比較開創性的工作 是這個Ross 這個Ross這個人 這個人 我們會把相片修出來 代表他很重要 這個人 他主要就是先發展出第一個 叫做RCNN CNN是什麼 CNN就是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所以這個比較不難了解 R是什麼 Region 所以他是第一個提出 用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就是物件識別的人 的模型這樣子 好 這個模型一樣 到現在為止也被引用了非常非常多次 我們再稍微查一下好了 看看現在幾次 Google怎麼不理我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就是很多就對了 那這個 剛剛滑動 我們基本上 在做這個 東西的時候 我們來想一下 他是怎麼設計這個網路 就是 剛剛滑動視窗搜索的策略 邏輯上 邏輯本質是沒有錯的 他主要的問題 其實是搜索框的數目是無限多 那怎麼解決呢 那 既然 神經網路可以做出任意的預測 他可以預測機率 那我們可不可以 不但讓他預測機率 我們也讓他預測 框的 殘寬 就是不但讓他預測機率 還預測 那個框的這個殘寬 然後這樣子 那 透過這種方式 就是 我們至少能夠把這個 把這個 候選框的數目 就是壓縮到一個 還算合理的數字 不至於太多 對不對 我們先預測出 這個 這個 我們就 就是 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 就是我們就框不用那麼精準 原來 原來的框不用那麼精準 我們可以隨便 丟一堆框過去 給他預測 那他預測的時候 他只要再告訴我們說 除了做出類別預測以外 還做出邊界的預測 好 具體的實現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 假設我現在 這張圖 這是一隻有貓有狗的圖 我一開始先隨便亂框 隨便亂框 框了這個 這個有沒有框很準 沒有對不對 可是這個 這個小圖 我可以把它丟進捲機網路裡面去 丟進去之後 這個捲機網路 負責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去預測 他是什麼東西 他是狗 第二件事他預測 這個框好像沒有框完整 所以請你的這個 請你這個框要往下拉一點 再往右邊拉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就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他的框已經寬得很完美 那就是 偏移量就是0 對不對 所以說透過 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用 沒有那麼多的框 然後丟給同一個網路去預測 然後讓這個網路來修正 框的這個邊界 那這樣子他的 output size就是固定的喔 因為他 output就是預測類別 跟預測框的偏移量 對不對 然後 所以這個這個架構是 這個架構是一個比較開創性的架構 好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哪些物體就是 原圖給我一張原圖 我到底要detail哪些框 對吧 detail哪些框我還不知道 有了框給我任意一個框 我都可以做用卷機網路 預測出他的框的偏移量跟 類別預測對不對 可是一開始要給我哪些框 我們來看一下 他使用的方法是 透過簡單的色階變化 你就是對這個圖像做一個簡單的前處理 這個前處理齁 這個前處理的結果大概就是這樣 那透過這個簡單的色階變化之後 我就可以把一種顏色當做是一個框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 我就可以拉出很多很多種框這樣子 那因為這些顏色相近的 他鐵定是同一個物體嗎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我就可以拉出 數目不見得很多的框 然後丟給網路去做預測這樣子 好那由於 當然這個這個具體的做法 我們就不做介紹了 為什麼 因為RCNN會被之後的方法給淘汰掉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是學習RCNN的原理這樣子 好 所以 你也可以想像RCNN它的 Predit過程是怎麼樣 Predit過程就是現在給我一張圖 我先把它切割成這個 我先把它那個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去拉框 拉了框以後 我就把這個框丟給捲基網路做預測 預測出來他告訴我說 喔這是什麼類別 然後並且告訴我說 他的框的偏移量大概要往 往往往左往右 往上往下 各偏移多少 好這個 大概可以理解嗎 對不對 好但是 訓練的時候有多麻煩 你們想像得到嗎 為什麼訓練的時候很麻煩 第一個 每一張不同的圖 是不是都會產生不同的這個 這個過程訓練的時候還要做一次 而且我們通常常我們都會對圖做 Argumentation對不對 一Argumentation 這個是不是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Argumentation這個步驟又要再重做一次 而且 對於這個步驟來講 他有多少 多少框 我們通通都要丟進去訓練 這樣知道嗎 首先你要就是 你要訓練RCNN的時候 首先你要對手上的每一張圖 都做出候選框的預測 候選框的預測就是右邊這張圖 然後 然後 並且去比較這些候選框 是不是能夠代表真實框 你必須把真實框跟候選框 把它1比1 Mapping到 對應到了以後 有一些候選框很不重要 你就把 你就 讓他是 類別數是0這樣子 然後 比較重要的 你就要去計算他的偏移量 然後變成Label 然後給這個CNN做十分類 好 所以你應該可以想像 Argumentation 他其實並不是 並不是 他雖然是一個很開創性的研究 但他並不是特別的有效率 而且精準度很有可能也不是很高 不過沒有關係 這是2013年的研究 對不對 能夠在2013年當時 能夠用捲機神經網路做 那個Object Detection 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了 當時最好的 這個物件識別 模型 準確率 仍然是非常非常低 那RCNN至少 讓我們有一定程度的準確率 雖然他的 雖然他的運算時間很長 好 不過顯然我們不滿足這件事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改進 改進的方式是 就是同樣也是 這個Ross 跟Schick這個人 這個人 他在2015年的時候 有發表了一篇 叫FastRCNN 什麼叫FastRCNN 就是比RCNN更快 所以叫FastRCNN 這FastRCNN是2015年發表的 那 他的營用次數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FastRCNN 剛剛那個已經出來 FastRCNN營用次數5000 剛剛那個營用次數快到8000了 這個大概可以理解 他的檔次大概在哪裡 FastRCNN 他跟RCNN最大的缺點在哪裡 最大的缺點在於 後選框的選擇 對不對 後選框我需要用一些 比較特殊的方法 去把候選框決定出來 然後再讓這個候選框去做 那我有沒有可能把候選框的 候選框的選擇 也給捲機網路做 可以喔 好不好 這個idea就是這樣來的 我想要把候選框的選擇 也讓捲機網路去做 怎麼做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原來有一張圖 我現在不先拉框了 我先讓捲機網路去做 一些特徵的抽取 抽完特徵之後 我讓他 讓他去 我給定他 不定大小的 反正捲機網路不是很強嗎 我為什麼一定需要有 特定的候選框呢 我可不可以隨機的給他一大堆候選框 懂我意思嗎 隨機的給他一大堆候選框 而且並不是 而且是在捲機網路之後 經過對他的特徵圖 做隨機的候選框決定喔 然後我把這些候選框 這些候選框因為大小不一致 對不對 所以大小不一致後面的捲機網路 沒有辦法直接應用這個 大小不一致的這個 的這個 input 所以我 經過大小不一致的這些候選框 我再把他做pooling pooling我就把所有的數值壓成一個 就是假設我本來是 我的候選框是三成二的大小好了 我就把他壓成一個數字嘛 怎麼壓就做平均就好了 就這很簡單嘛 對不對 然後他特徵圖可能有1000個 所以我就做平均壓縮 那這樣子是不是大家 大小又一致了 大家大小又一致 舉例來說假設我是 1000 1000層的特徵圖 我給他不同的候選框 不同大小候選框 隨機隨機亂數之後 那接著我把他用pooling pooling成11乘以1000 那這個11乘以1000 是不是就可以丟給全連結層 就Fully Connected的網路 Fully Connected的網路 是不是同時也可以做出 邊界框的預測跟類別預測 好這樣子的話是不是 我捲機最浪費時間的捲機 那個過程 我是不是就只要做一次 注意喔看一下前面這個網路 前面這個網路我每框出一個東西之後 我都要做一次捲機運算 做完捲機運算之後我才做 邊界框跟類別的預測 後面這個網路 我把這個候選框的決定 決定在捲機做完之後 我先做捲機 那這樣捲機是不是要做一次 捲機做一次一定省非常多時間 做完這一次之後 我隨機的亂選一些候選框 隨機的亂選一堆候選框之後 那我再把它pooling起來 至於怎麼pooling 我們後面再教好不好 把它pooling起來之後 它變成固定長度的數字 我後面只要做簡單的全連接層 就可以做predictor 那這樣子這個網路 重複需要做的部分 是不是只有比較少的乘數 大部分的乘數 運算資源比較浪費的地方 只要做一次就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 它比rcn更快的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關鍵就是這個 興趣區域實化層 對不對 他是這個他的名字叫做 region of interesting pooling 這個ROI pooling ROI pooling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個有一個捲機圖 捲機圖他抽上來之後 他長成了這負責性 這個他本來就很有可能是長這樣 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就隨機亂選一些框 對不對 隨機弄框一些框 隨機弄框一些框以後 我們去指定說 這個框假設我要拉成二乘二的 就是我要把壓縮成二乘二的 那以這來講就是做一個四捨五路 四捨五路那所以說 這幾個數字就框 就做一個平均 這幾個數字就做一個平均 這幾個數字做一些平均 這幾個數字做一些平均 那平均完之後 我Shape是不是就固定了 不管我什麼樣子的框 我都可以做二乘二的四捨五路 對不對 好現在這是五乘七 五的話間接是2.5 對不對 因為我當然沒有辦法做2.5這種事 所以我就故意把它拉成2跟3 那同樣七是3跟4 對不對 這樣可以 那如果是2 如果這邊是3乘4 那是不是就是1跟2 和2跟2 好這樣子的話 我就定義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 固定Shape去丟給全連結成去做 好所以說Fast RCNN 他的候選框提取方法 因為是相較於RCNN速度加快了很多 真的是快 所以說這個Fast RCNN 他可以預先定義一堆非常多的候選框 因為他不是每個候選框都要做捲機運算 所以他這個非常多候選框 這個可以說是隨機選擇的 可以說是隨機選擇 當然有一些方法去選說 就是選哪些候選框比較好這樣子 好這個候選框 我們現在叫他一個名字叫做毛框 叫Arcobox 這個是這個後面 常常會用到這個TEN 這個是第一個提出這個Arcobox 這個Paper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網路的預測是什麼 既然我有Arcobox 對不對 我的網路預測是我的Arcobox 有沒有框到東西 並且有沒有框到一個物體 並且我希望對我的Arcobox 做這個偏移的這個預測 就邊界框的預測 然後並且告訴我他是哪個類別 好 所以對於Arcobox 對於Arcobox 每一張圖片的候選框都不一樣 因為每一張圖片 他都要經過那個 色階的變化 對不對 然後會產生不同的候選框 但對於Arcobox 每一張圖片的候選框都一樣 好 所以他是不是方便很多 而且從訓練的角度來講 他也快非常多 對不對 因為我的圖像不用經過任何處理 反正所有的圖 都是經過同樣的候選框 這邊有個問題 我們來考考大家 簡單的考考大家 那既然Fast RCNN 可以用預先指定隨機的候選框 為什麼Fast 為什麼Fast版的RCNN 不用隨機指定的候選框 想不到 想不到 我告訴你原因 原因是因為 RCNN 他是不是非常浪費運算資源 所以說他能夠做的候選框 數目非常少 一般來講 RCNN RCNN 他一張圖所算的候選框 通常不會超過1000個 可是對Fast RCNN來講 他在計畫UncleBox的時候 是不是不太需要成本 所以他UncleBox可以非常非常多 常常一張圖有超過1000個UncleBox 所以如果你真的 所以這樣 就是因為他有超過10000個 所以你才可以隨機 如果你對RCNN 你也要讓他算10000個 那你的預測速度會非常非常慢 先不要討論訓練了 光預測的時候都非常難用 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Fast RCNN他的改進 那我們再繼續 Fast RCNN完還有下一個版本 下一個叫Fast RCNN出來之後 他還有什麼可以值得改進的地方 就是候選框是隨機決定的 候選框是隨機決定的這件事情很奇怪 你懂意思嗎 候選框為什麼要隨機決定 隨機決定的候選框有什麼缺點 就是數目就要很多嗎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我們用一個網路 去預測哪些 預測可行的候選框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網路 預測出來可行的候選框 做ROI Pulling 然後在後面丟 後面就跟Fast RCNN一樣 好當然有 就是Fast RCNN出來之後不久 這個Ross 又是這個人對不對 跟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誰 何凱琳 你們發現怎麼老是都是這些人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篇paper 被引用了幾次好不好 這篇paper8000 比前面前作還要多啊 比前作多的原因很簡單啊 因為這個 他的新的paper叫做什麼 叫做Fast RCNN 你看他們取名字都沒什麼創意啊 下次這邊EST 下面就EST Fasted RCNN 是不是 目前為止 Fast RCNN 還是一個非常常用的模型 他還沒有下一版 後面的研究方向 我等一下再講 就是 Fast RCNN 是目前 準確度算是 數一數二的物件識別模型 並且他又還很快 那我們來看他怎麼做出來的 這是從 下面這個圖 是從 Fast RCNN 到Fast RCNN 一系列的眼鏡 好首先我們先看圖之前 我們先看他的這個效能 以RCNN來講 他算一張圖 需要50秒的時間 才能對一張圖做預測 你覺得很久 不過預測框板就很難 所以2013年 他當初提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是非常的興奮 那Fast RCNN 50秒變2秒 這是非常大的差別 這是非常大的差別 可是 即使變2秒 問題還是很大 用2秒可以放在自駕車上面嗎 不行 2秒你要跑多遠 2秒人都撞死了 對不對 絕對2秒的模型 絕對不能用在自駕車上 Fast RCNN Fast RCNN Fast RCNN 速度再提升10倍 這可以放在自駕車上嗎 可以 還是不行 等一下後面還有更快的 那 我們等一下再講Fast RCNN 他為什麼慢 然後後面更快的是怎麼解決的 好不好 好 MAP是準確度的意思 這個指標 我們會在下一節課的時候 做詳細的介紹 並且會教大家怎麼算 好 這個 Fast RCNN 準確度沒有比Fast RCNN好差 對不對 但速度又快了10倍 他做法怎麼做呢 對於一個 RCNN來講 這張圖 你應該現在已經看得懂了 有一張圖 我先決定候選框 有了候選框以後 我把它拉出來 接著給CNN 做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Bounding Box Regression 就是預測它框的偏離量 跟 SVN SVN 就是做Classification 好 所以對於RCNN來講 它的結構長這個樣子 那 它的這個 Uncle Box 大概介於是2000上下 這個跟我剛剛講的差不多 那對Fast RCNN來講的是 整張圖 一起先丟去做CNN 做完CNN之後 在CNN做完之後的特徵圖 上面再選 Region of Interested 然後做 Region of Interested Pulling 再給 那個Fordley Connected做 然後做出這個 邊界框的預測 跟這個 跟這個 類別的預測 它是在哪裡做 喔它在 這一個特徵圖做框 這是對特徵圖做框 它對特徵圖做框 而且它這個框 它這個框還需要Based on原圖去選 它在這裡的框 就是完全隨機的 因為它速度很快 所以它可以做大量的框 沒有關係 好 對於Fast RCNN來講 就是這裡框還是太多了 那我要怎麼減少框呢 就是 CNN拉上來之後 這邊有個Future Map 這個Future Map 先往左邊丟 做出一個叫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這意思是什麼 我先讓神經網路 去預測說 哪裡有框 哪裡的框可以 然後我再用這些框 做這個 ROI Pulling ROI Pulling做完之後 一樣FC 就可以做這個 Box Regression 跟Class Fighter Box Regression 就是Banded框的預測 然後這個 Class Fighter 就是做類別的預測 好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 差別在這裡是隨機選擇的 這個 AQBOX 這裡是 Region Proposal的 AQBOX 再接一個網路 再接一個網路 讓它做這件事情 好這樣可以齁 好那這個 所以它的創新點 就是這個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那這個 網路主要 是透過 選機網路 進行全局掃描 它定義好 K一個AQBOX 同樣那 Region Proposal怎麼做 很遺憾的 它還是得先隨機 決定一堆框 讓它 去做預測 只是它 預測出 只是它 做一個很快的出篩 就是它不要所有的東西 都去做這個 都去做這個 就是 都去做 後面的這個 類別預測 跟這個 類別預測 跟這個 偏移量的選擇 這樣子 它先 它先做好 這個 它就是先看有沒有就好 類別預測那些 這樣可以用一個 比較小的網路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 FestRCN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它的 運作方式就是 這邊是FutureMap 它就去 拉了一個框之後 它用Sliding Window的方式去拉框 這個Sliding Window 就是相當於是卷機 卷機就是一個 Sliding Window掃描 對不對 然後去把它整合成 256 Dimension之後 然後去 預測它的 Uncoin Box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 FestRCN之後 把這個過程 拆了兩個步驟 先使用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做出一個 相對簡單的任務 就是 判斷Uncoin Box 是否存在 以及預測便宜量 那 後面的網路 再進行分類 和便宜預測 注意喔 便宜預測要做兩次喔 因為 Proposal出來的Uncoin Box 不見得 這個 準確度就夠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FestRCN 它是把剛剛 這個 從Uncoin Box 到這個 預測值 中間再拆成兩個步驟 把比較花時間的那個步驟 把它拉成一個 用個簡單的網路 去做 好 所以大概 大概懂FestRCN怎麼做了 我們都不講怎麼實現喔 實現是下節課的事 好不好 所以應該感覺出 下節課好像蠻難的 對不對 不過 實現也還好吧 就是超超語法 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把語法用到自己 這個會 自己的Case上面就可以了 好 FestRCN 透過一系列改進之後 目前為止 應該是物件識別任務中 精準度最高的模型 所以Citation才那麼多 但是 你應該感覺出來 它是 相運算過程相當的繁瑣 這是兩階 那為什麼繁瑣 因為它是兩階段模型 我要先Propos Uncoin Box 有了Uncoin Box之後 我才要去做預測 所以這種模型 就叫兩階段模型 先做 有Region Proposal Network 都是兩階段模型 所以它的檢測速度還是太慢 0.2秒聽起來很快 但是 大家想想看 一個時速100公里的車 0.2秒 它可以開多少距離 我們簡單計算一下好了 一個小時有3600秒 對不對 所以 時速100公里 它的公尺數是10萬 對不對 所以它每秒鐘 可以跑30公尺 每秒鐘可以跑30公尺 0.2秒就跑6公尺 6公尺前面有一個人 這個自駕車是看不到 直接就撞上去了 6公尺前突然出現一個人 自駕車就撞上去了 所以這個完全沒辦法接受 速度還是太慢了 雖然0.2秒聽起來已經非常快了 對不對 但是在實際應用上 我們最想要做的自動駕駛車還是沒辦法做 好 所以 所以 我們既然這邊叫兩階段模型 對吧 這暗示了什麼 還有一種叫一階段模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Based on他們的 這個研究 一階段模型怎麼設計 一階段模型就神奇了 我就不做Region Propos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 我們個人認為 就是 比較開創性的工作 應該是這個 這個 Jospin Redman Jospin Redman 他在2016年發表的YOLO 你有聽過YOLO這個time嗎 上次有講過 上次有講過了嗎 他是什麼意思 無所謂 好 這個YOLO 是網路上一個很流行的詞語 通常 意思是叫 You Only Life Once 這個You Only Life Once 的意思就是 去做一些比較冒險 比較有趣的事情 我們來上Google YOLO 怎麼網路就壞了 好啦我們先跳過 好 可是這個作者是比較調皮 就是他故意把名字取成YOLO 但是他是 You Only Look Once 什麼叫You Only Look Once 就是你只要做一次捲機 我就可以把 包括 Regime Propos 包括這個 包括這個預測通 都把它做出來 好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 YOLO的模型的邏輯在於 我不再試圖把框大概的位置找出來 我直接去找尋物件中心 然後透過物件中心的資訊 直接預測出框的大小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假設這邊有一張圖 我們這邊有一張圖 這個圖啊 狗在這裡對不對 狗的中心在哪裡 以前我們是不是就要隨機找很多Uncle Box 像 假設我們框到這個 這是一隻狗嗎不好 我們一定會希望Uncle Box 大概是這個 這張 這個Uncle Box 然後再根據這個Uncle Box 做一些偏移量的修正 可是他覺得 這樣子Uncle Box 就要找很多啊 那如果我只找中心 假如說我現在要代表這隻狗 我就只找狗的中心 狗的中心在哪裡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他給這個Grid 負責 那Grid就是很有限的啊 因為Convolution Convolution就可以幫我做Grid Wise的掃描 只要我長寬比大小不便的話 我把它丟給中心去做 好大家看一下 丟給中心去做的話 他就是 舉例來說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車子來講 就由這個Grid的Information 直接去負責預測出 框的大小 跟 它是什麼 用物件中心的Information 直接去預測 框的大小跟它是什麼 你應該感覺出來吧 他鐵定會損失一些準確度 為什麼 因為你之前是用 所有的Information 你現在只用中心的位置 那如果對於一個很大的物體 那他是不是 資訊可能是不足的 是不是不足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想 是不是不足的 應該說 直接 你如果用這個邏輯去想 那他損失的準確度 應該非常多 不過他損失的不多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損失的不多 他還是很準喔 好我們來繼續 繼續看一下 好所以 所以對於每個Grid來講 既然 對於每個Grid來講 因為他只需要負責 他是以中心為base去找物件嘛 對不對 所以對每個Grid來講 他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是不是物資訊中心 我如果不是他就fold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物件中心 我在propose兩個框 這兩個框 我可以用boundingbox regression去預測 我propose兩個框 propose兩個框之後 我選擇一個機率比較大的框 然後就用他做這個 然後並且這個做出類別的預測 這樣子 那這樣子他的 shape 是不是固定了 因為對於每個Grid來講 他都預測兩個框嘛 這樣他的shape是固定的喔 所以是可以做的喔 這樣可以懂意思嗎 好 可是根據 就是我們思考一下 根據你對卷機神經網路的了解 物件中心的Grid 有可能預測一個 遠大於他大小的物件框嗎 你怎麼都搖頭啊 遠大於他 就是假設有一個物體是 幾乎佔了整個畫面 物件中心的這個Grid 他有沒有可能預測全部的 預測的準 不行 看起來學的不太透 為什麼可以咧 來我們來講一下 看一下後面有沒有講為什麼可以 沒有講為什麼可以 好 為什麼可以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想一下你在做卷機圖的時候 你是不是常常會用三乘三的卷機盒 三乘三卷機盒之後 我們是不是都會做padding 所以他原圖大小不改 可是對 如果我對這張圖做了一個 三乘三大小的卷機 那中間這一點的資訊 不就包含了旁邊的嗎 所以你做你的網路都很深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做了很多三乘三的卷機 所以通常啊 對於每Grid來講 整張圖都在他的掌握範圍內 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他在三乘三卷機的過程中 會不斷把旁邊的information 加進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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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網路很深很深的時候 現在我們做的網路動不動就是幾百層深嘛 對不對 這也是基於 residual learning的功勞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是怎麼出來2016年 沒有residual learning這些方法都不會準 好 所以 對於他每個Grid來講 其實他的information 都是有整張圖的information 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他information不夠 對不對 這是我從我們人類的角度來講 對轉機網路的角度來講 不是這個樣子 事情不是這邊運轉 好 以剛剛這個圖來講 狗的中心在這裡 夾車的中心在這裡 車子的中心在這裡 所以就是這三個框來負責做預測 好這三個框預測什麼呢 YOLO就要好好學囉 因為我們下一節課實現的網路就是YOLO 好 這個 這個中間的這個Grid的information 需要去預測第一個框的中心位置 就是X座標跟Y座標 但是是相對位置喔 是在這個框 以這個以這個來講的話 他是這個框的往右偏移百分之幾 就是他的X軸是往右偏移百分之四十 那往上往上偏移百分之五十 那所以他就零點四零點五 他的這個X跟Y座標就是零點四零點五 其實這個這個框裡面的XY座標 對這個框這個點在這個框裡面的這個X座標 所以他並不是整張圖的喔 所以他是GridWise的相對座標 這樣可以喔 好 框的長度及寬度 框的長度與寬度呢 他是用幾倍的幾倍的這個Grid 來做來做表達的 幾倍的Grid 所以以這隻狗來講 他的X的長度大概是兩個單位 一個單位就是一個Grid連長 那他的那個高度呢 大概是四個Grid 所以他大概就是輸出二跟四 寬度為二長度為四 好最後 該框是屬於哪個類別的物件 就是狗腳踏車 那個 汽車做Softmax 所以他的 對一個Grid來講 以這張圖來講 這個Grid 他是預測這個框嘛 這隻狗嘛對不對 這是他狗的中心 他預測的 他同時會預測三個Box 這個幾個這個可以自己再決定了好不好 他對 所以他的預測 預測Predict Predict的Future Map 總共包含了三個Box 好 每一個Box 都去Purpose 這邊是Box2 他有哪些Information 第一個是 Box的這個座標 跟Box有關的座標 XY的相對座標 那個Wave跟Height的這個長度 長度寬度 好 接著Probability 就是這個到底有沒有 這是不是中心 這個指示是不是中心 然後這邊才做Softmax 這邊做Softmax 所以這樣子他的 是他的Future Map就固定了 他的 對於每Grid來講 他的這個 Output Size就固定了 這樣可以喔 這樣可以懂 這邊如果聽不懂 就是回家好好仔細看 因為這邊等一下我們會給大家一個 回家作業 這個回家作業 因為你一定要好好弄懂 他每一行語法在做什麼 這樣你下一節課 來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太難 好 可是他不是一直找中心 可是他每一個 我在預測的時候 我又不知道哪個Grid 是他的中心 所以我每一個Grid 都要做出這樣的預測啊 所以我每個Grid 做出這樣的預測之後 我要請網路告訴我說 他到底是不是中心啊 那長寬是怎麼知道 長寬我計算出來的啊 所以我等下Label化的時候 我就要把他的長寬拉出來 好 所以 對於每一個Grid來講 他都會Predict出 長度為C的 然後乘以B B的數目 就是Bounding Box數目的長度向量 所以 你怎麼對每Grid做出預測呢 用1乘1有9幾何就可以做了嗎 這是不是很像那個Networking Network的概念 到這裡為止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我們上課教了那麼多 人工智慧的研究 通通都集中在2012年以後 而且似乎彼此之間交叉使用 這些觀念交叉使用 所以他近代真的是一個 在這個Deep Learning真的是發展非常迅速 而且這個非常突破的一個學科這樣子 好那YOLO相較於RCNN的模型 他捨棄了Region Proposal的過程 對不對 那他僅僅用非常有限的資訊 去預測目標框跟物件類別 那他當然不可避免的 嚴重危害的準確度 好那後面的模型 怎麼來解決資訊不足的問題 後面有個很重要的模型 叫SSD 在YOLO後面 基於YOLO概念提出的模型 SSD Single Shot Multi Box Detector 他怎麼做呢 他實際上就是 他一樣只做一次 但是他還是自己找了一大堆Arcobox 那他在不同尺度之下 就是我在小尺 我在Grid在19x19之下 我也做Arcobox 10x10的部分也做Arcobox 6x6 5x5的部分也做Arcobox 3x3的部分也做Arcobox 1x1的部分也做Arcobox 他是用這個Size的縮小 來去解決這個Faster RCNN 他Purpose不同大小比例的這個框 對不對 他把因為在Down Sampling的過程中 他Grid的Size 相對圓圖就會不一樣大了 對不對 所以他是利用這個特性去做Arcobox 那他比較像Faster RCNN 他不太像Faster RCNN 他是Faster RCNN的進階版 Faster RCNN跟YOLO的結合 因為YOLO可以做得很快 所以他可以像Faster RCNN那樣 Purpose一大堆的候選框 然後去做快速的預測 這樣子 這就是SSD SSD做的就非常準 因為他跟YOLO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不再是用Grid來做這個預測 他一樣還是Purpose一些Arcobox 然後去做預測Arcobox的便宜量 這樣子 好 不過SSD的概念已經非常不錯了 但是負責小物件的Grid 因為淺層SSD是一個很不錯的idea 他已經非常好 就是 呃 但是這個 SSD的這個idea 剛剛那個 剛剛我介紹的YOLO 是YOLO V1 現在YOLO還有YOLO V3 就是 我現在打YOLO的話 還有V1 這些又查不到 算了算了算了 YOLO已經出到第三個版本了 YOLO V3就把 這個SSD這些概念通 都再拿回來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不管 我們來講 SSD它上面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 如果對於一個比較小的物件來講 那顯然在淺層的地方 我就要做預測了 那它特徵會不會抽的不夠 有可能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一個叫做這個 特徵金字塔網路 特徵金字塔網路 你看一下作者群 又是這兩位 這兩個認得嗎 這個是誰 這就是誰 這就是誰 做 resigual learning 那個 對不對 好所以它 這個 特徵金字塔網路 這個 它是怎麼樣 我們先不講 我們直接講它的 下一代 特徵金字塔網路的下一代 叫 RetinaNet RetinaNet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 model 搭出來之後 這個要做 後選框對不對 這個也要 這個也要對不對 可是它不直接做後選框 預測 本來就直接做後選框 預測 它先把這個東西 把它 這個 這個就直接做後選框 預測沒有關係 但是注意看著這裡 它把這一層的 跟這一層 做一個相加過來 再做後選框預測 這樣子 這個是怎麼了 這個是不是它的反卷機 這是不是跟我們 UNET那個很像 它反卷機了以後 再把它結合過來 再做預測 這樣是不是 又有高層的特徵 又有低層的特徵 把它抓起來 這個 這個idea就是 特徵金字塔網路 它跟UNET非常像 搞了半天 又是差不多的東西 我們 我們從 第八節課開始 教的現代 深度網路的研究 每一篇每一篇 好像似乎都 緊緊相依 對不對 那再下來 一樣 把它 deconvolution之後 再跟原來的map 做結合 然後這樣子 這個網路的特徵 是不是同時有上層特徵 跟下層特徵 一起做 bunding box prediction 一起做bunding box prediction 跟classification 這樣可以 這個是在選框 這個也是選框 也是 也是在這個特徵圖上選框 在這三個特徵圖上面選框 好 這個突破 其實並不大 就是把這個 Fole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就我剛剛講的 把那個反向 反轉回來的概念 用到這個上面 但是它大幅提升的準確度 你可以看 Paper所提供的這個 這個 準確度 這個Faster SNN 它的準確度 最好最好 是這個 0.36 36.8 57.7 39.2 那如果使用RetinaNet 你會發現 它甚至比Faster SNN更準 那更不用講它比較快 對不對 又快又準 好 這就是RetinaNet 不過這個 RetinaNet 它這個YOLO V3 YOLO V3 它Based on RetinaNet 它又更Advanced 這樣子 YOLO的Model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於 它的AQBOX的選擇 並不是完全隨機的 就是 它 這個 就是 因為現在 物件四面模型 你這樣看就發現 它似乎比 物件分類模型 更在研究這個點 這樣懂 所以有任何好的idea 馬上就被抄襲了 所以 目前我覺得 最好的一個 物件四面模型 是YOLO V3 YOLO V3 它的細節 我們很希望 你透過這個回家作業 來了解它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 當然我們下一節課會講 不過 我們希望你透過這個練習 加上 預習 然後去了解YOLO V3 怎麼做的 這樣我們下一節課 在實現YOLO的時候 你會比較有感覺 好 這個 這邊有個模型 這裡 你按這裡可以下載這個 一個 已經訓練好的 MXNet的Model 跟一個語法 那 你可以丟給它任意圖片 丟給它任意一張圖片 像我這邊丟的是 近期的巨人圖片 你看看它有沒有辦法把 人 把這個物件給識別出來 好 它是Based on這個 CoCo Detection Challenge 的Data訓練出來 這是我訓練的一個Model 好 請你回家隨便丟圖 挑戰它 隨便丟圖挑戰它 這樣可以 好 那當然 它裡面有語法 對不對 它只有Predict的語法 透過Predict的語法 你看看它是怎麼把 這個最後一層的Predict的Value 跟Arcobox做結合 然後再 做出這個 框的這個預測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一定 那個語法一定要一行行看 好 那 注意喔 這並不是原版的YOLO V3模型 這沒有 所以這並沒有 說非常非常準 這樣子 這個模型比原版的YOLO V3模型 再小一點 大概 只有一半的大小 所以準確度略低 但是這其實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概念 我們把它實現 那 你要學會它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給一些 家庭作業的提示 好不好 就是因為這個語法很長 我 我不太清楚有多長 這樣子 應該 一兩百行 應該不可能少於兩百行 應該不可能少於一百行 這樣子 應該有一兩百行的長度 好 所以這是回家作業 那 除了你必須看看Paper 就是你看看YOLO V3 你除了看Paper 如果你英文不好 你可以看看網路上的資料 沒有關係 好 這個 預測 就是你可以依據下列提示 完成跟文 第一個是 因為特徵圖總共有三個對不對 所以它總共有 下採樣八倍 下採樣十六倍 下採樣三十二倍的 特徵圖 什麼意思 就是假設原來圖 這大小的416乘416 下採樣八倍 就是它的Grid Size 就是416除以8 然後16倍就是Grid Size 那個416除以16 32倍就是416除以32 所以那個 對最後一層來講 它是 13乘13的Grid 這最後一層 它負責預測大的物件 中間預測中型物件 這個預測小型物件 好 所以 你需要 一般的Predict函數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因為它預測出了三個東西 所以 你必須用一個叫MyPredict函數 然後 這是一個 這顯然是一個 Based on底層執行器寫的一個 預測函數 好 然後 這個 它的預測值 不是剛剛已經講了 會預測 那個 X跟Y的相對坐標 然後還有它 寬度跟長度的倍數 所以它的預測是這樣子 假定我有個AQBOX在這裡 這是我的AQ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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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欸 這是AQBOX 我的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我的 Y的相對坐標 X的相對坐標 所以我真實的X跟真實的Y就是 我這是第幾格的X 加上我X的相對坐標 我是第幾格的Y 加上我的Y的相對坐標 這就是我在整張圖的 X跟Y的坐標 對不對 然後我的 我的這個 這個 那個 高度跟寬度 就是AQBOX 這個P就是AQBOX 這個 這個虛線是AQBOX 這個AQBOX 乘上一個倍數 這個倍數是 exponential之後的倍數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在做預測的時候 這邊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我是指數之後的預測 因為我們在 因為這個倍數一定是0到無限大的 倍數一定0到無限大的範圍 可是我在預測的時候 0到無限大 是不是不好預測 為什麼 因為我Predic LinearPredic出來 應該是負無限大到無限大都可能 那我怎麼把0到無限大轉成 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是不是就取LOG 所以我在實際在訓練的時候 我其實在預測LOG之後的值 所以我這個值 實際上是LOG之後的值 所以我要exponential回來 這才是倍數 這樣懂了嗎 那有了這幾個值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 框框的X跟Y的座標 還有它的高度寬度 那這樣當然框框都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 decore的function裡面 就是先把這個框框拉出來 拉出來以後 我再去看看它哪一個類別 機率最大 那我就用那個 那個 就當作是這個框的類別 對不對 好 接著decore function裡面 除了這個 就是 把這個 這個 這些東西解碼之後 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我要把 重複太多的框把它移除 對不對 移除的話我們需要用到一個 function 叫做IOU function 這個IOU是怎麼計算的 就是假設我們有兩個 兩個框 它分別是這樣子拉到 那IOU的意思就是 我用overlap就是交集的區域 交集區域的大小 除以連擊區域的大小 所以當 IOU function IOU太大的時候我就把它刪掉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這樣子是如果有一個很小框跟很大框 它不小心重疊 那 因為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IOU也不會太大 IOU大 就幾乎就是兩個 差不多大小的框 然後又完全重疊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好 所以說 把預測 預測輸出環面和框以後 呃 這個函數裡面 這個語法裡面有個叫 show image的函數 就是把圖顯示出來 這樣子 好 所以 家庭作業就是你必須學會使用model 並且 怎麼訓練model 下節課來做 但是你連 必須先做預測 預測都不會做 就不要想訓練了 這樣子 好 那 呃 針對這個任務 看起來 損失函數鐵定是要重新設計的 對吧 損失函數 呃 從我們以前感覺起來 這就是一個非常深的東西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使用的損失函數 不拖 那個 那個 那個殘差平方核 Cross Entropy 跟M Logos 好像沒有其他的 這個鐵定是要重新設計的 對不對 好 所以他蠻難 對不對 下一節課來講 所以回家作業就是這個樣子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今天主要課程喔 就是 帶大家了解這個 呃 就是物件識別模型 它的發展歷程 有沒有覺得它的知識量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今天 後半段的課程完全沒有帶 帶你實作 就是完全就是用講的 你都覺得 可能都覺得非常難吸收了 如果覺得太困難 就是在 在仔細看影片 然後 並且做預習 做預習的話 你應該會很有幫助 因為這個 就是真的帶你用R語言 把這個 用 把一個model把它實現出來 這樣子 好 那 怎麼訓練 非常考驗程式能力啊 不過這還不是最考驗的 這個更考驗程式能力的是這個 我們在這學期課程的最後 就是對抗深層網路 那更考驗程式能力這樣子 不過 對你們來講 都是超語法就可以了 只是你們要改就要學會 好 所以這個 生的魔學的潛力真的是非常大 這個 本來我們一開始會覺得 任意X對任意Y的這個 印射 就是函數印射 應該是不可能做到任意啊 現在我們開始是應該會開始覺得 這應該是真的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 連物件識別這麼困難的事情 他居然會做得到 好 那我們下一節課會帶你大家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任務 就是皮卡丘的視頻 這個任務齁 在我 我可以 就是如果你想要先做的話 我們上面 你可以到Github上面去找 就是我的Github上面有這個 這個每一張圖齁 都有一隻皮卡丘 這個圖 這個任務比較簡單 他沒有多隻皮卡丘 只有一隻 而且他只有皮卡丘 沒有一部 好不好 那你的目標就是 透過 model 把皮卡丘框出來 準確的框出來 好 這個就是 我們要做的目標 這個框就是我們propose 就是那個model propose出來的框 所以他框的並不是非常準 好 今天的課就到這裡啦 有沒有問題 有喔 他剛剛那個 捲機一乘一的是多寬多長嗎 一層是什麼多寬多長 一層一的捲機 一層一的捲機就沒有多寬多長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一層一就是一層一捲機啊 他沒有定義長寬 一層一用一層一的捲機去預測長寬 這個不是 第幾頁 這個嗎 這是第幾頁 25頁 25頁 這個狗的圖嗎 那個 這個點喔 對於這個來講 他是不是很多特徵圖疊在一起 所以他可能有1000個數字 那1000個數字他可以建一個 建很多 建很多個Regression 對不對 那其中有一個Regression 就負責Purpose這個 呃 長寬的這個大小 他自己預測的 這樣懂你意思嗎 我們不用預先給他 他自己做預測這樣子 好這樣聽懂喔 好 那就回家作業練習一下啦 好好好 加油啊 好那今天就上到這裡啦